哈囉大家好,我是曹豪 那今天來到了台北的泰式廠 然後要來開箱一下自己的buffet 這一間泰式廠呢 它是跟精華酒店是同一個體系的 對,它是精華酒店開的 就是我之前有去開箱那個博力廳 這間的話算是我第一次來吃 沒有吃過 那我今天選擇的是晚餐時段 那它的晚餐時段有分比較早跟一個比較晚 比較晚的話它是7點開始 那現在已經排了一大堆人 對,那時間也差不多要準備入場了 那我先準備去排一下隊 對,那等等再開箱給大家看 走吧 它的入場時間是7點15 那因為排隊嘛,我準備要入場了 現在已經7點23了 那看了很多人去拿那個料 感覺很蠻豐盛的 對,那等一下我拍一下時差 對,希望料不要被拿光 能夠拍出好畫面給大家看 哇,剛剛去拿了一下 感覺跟根本就是戰場一樣 這裡人超級多 然後道路也蠻狹窄的 對,剛剛去點了一下 就是他們現場有在幫忙炒的一個 應該是泰式的一個料理 對,這有牛肉 然後自然養肉跟一個蝦鬆 對,那我來吃看看吧 座位其實也蠻狹窄的 跟隔壁的那個客人就已經還蠻接近的 覺得他們在聊什麼我們都聽得到 那我在每個肉品上面都有加一點他們的那種泰式的 類似甜辣醬的概念 這一聞就知道是羊肉 你看看 羊的味道很重 嗯 這自然羊肉真的有自然的味道 非常的香 然後羊肉本身是非常的軟嫩 整體吃起來看那個生菜啊 其實我是覺得都還蠻新鮮的 所以吃起來生菜非常的脆 所以整體搭配起來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是可以再去拿一塊的 對 來試一下這個鴨鬆 說出來是蝦鬆 剛才想到我剛剛在講什麼 這個蝦子肉很嫩耶 就是其實放到嘴巴裡面就會化開的那種 帶有略略的蝦味沒有到非常的重 然後加了一點那個泰式的甜辣醬 我覺得整體搭配來講都還蠻不錯吃的 我覺得它這一款厲害的是在它的那個生菜很脆 所以我覺得搭配怎麼樣的肉品 吃起來就感覺是很新鮮的那種感覺 來吃牛肉 我覺得三款比較起來我比較喜歡羊肉跟蝦鬆 因為牛肉的話它整體吃起來比較 口感實在有點油膩 雖然那個生菜有緩解到它有點油膩的感覺 但是整體來講我還是比較喜歡羊跟蝦 好的 剛剛又去點了一個泰式檸檬魚 然後要稍微等一下就跟它點一下 然後稍微等一下就有 那整體看起來是真的是還蠻泰式的 喔唷 聞起來很酸酸辣辣的 嗯 魚肉也很嫩 然後它在這裡面稍微有帶一點那個青木瓜絲 跟一點點的檸檬片 對 整體吃起來口感是偏酸了 一些些 但是我個人是還蠻能接受的 所以這個酸我還蠻喜歡的 我覺得搭這個青木瓜絲一起吃 口感會更加的有層次一點 我是覺得是在水盾的泰式檸檬魚 但是又沒有像是外面那種 單點的那種泰式料理來的好吃 它有在水盾 但是沒有到像是那種瓦叉 來的那種檸檬魚來的好吃 哇 剛剛又去拿了一輪 然後拿了一個起司蛋捲 就是兩個黃黃的起司蛋捲 打拋豬 蝦醬空心菜 辣炒花枝 跟牛肉粉絲堡 這邊的話都是熟食區才有 來吃看看吧 趁熱吃 來吃一下 喔呦 欸 這起司蛋捲還蠻好吃的耶 我覺得它外皮非常的嫩 然後裡面感覺又有那種 起司醬的那種醬汁在裡面 外皮很嫩 然後一咬下去就可以咬到那種 起司味 很濃郁的起司味 再吃一下這個牛肉河粉 然後它上面撒了蠻多的黑胡椒 然後我發現我在去拿那些熟食去的時候 很多都是空的 這裡大家夾的速度好像 比補菜的速度還要來得快 就是現在我是第二輪 所以還在這個第二輪的時間裡面 大家都還蠻能吃的 想夾一些東西都沒了 黑胡椒牛肉河粉 哇 它這個牛肉跟我剛剛上一個吃到的那個 牛肉是一樣的 就是脂肪含量很多 就是比較油膩 然後咬下去整塊都是脂肪 所以整體來講 我覺得口感不是那麼的佳 但是河粉本身很Q彈 很好吃 對 如果牛肉再瘦一點 更有肉感的話 我會覺得這一道會更好吃 好 來吃一下辣炒花枝 這是會辣的 欸 這調味還蠻不錯的 欸 這款真的是會辣欸 而且很爽 很Q很辣 真的是就這兩個汁 再來吃一下這個 去泰式料理一定要吃的 這個打拋豬 包跟剛剛一樣的生菜 我覺得它的生菜真的是還蠻好吃的 很脆 包起來一口菜 我覺得它的那個豬肉啊 瘦肉的部分比較多 所以整體吃起來肉感還蠻十足喔 我剛剛包的那個生菜的那個量 跟那個豬肉的量 我覺得調配的算還蠻剛好 就是它不會到太鹹 我覺得它豬肉每一塊都是有 調味的很不錯 就是調味的很均勻 對 就是不雷的打拋豬 是可以再回去拿的 好 吃一下這個蝦醬空心菜 我覺得它的醬味可以再多一點 就是它整體來講 其實還是很清爽的 哇 現在吃完熟食 可以準備來吃生食了 我覺得這裡要吃回本的話 就要多吃一點它的那個 生食級的那個蝦子 哇 你知道嗎 我剛剛原本要拿生食的 結果 沒人補 然後 那邊大家都在等 然後我就去繞了一圈 拿了炸物 我原本想說 要吃回本 一定要吃那個生食級的干貝 還有吃那個生食紅蝦 就沒有欸 你知道嗎 有些人就是 它一上來 然後就全部打打 然後全部拿著 我覺得應該也不是補 補不夠快的問題 就是有些人很喜歡吃干貝吧 吃紅蝦之類的 現在吃一下這個蝦餅 這蝦餅好吃欸 非常的厚實 然後外皮非常的酥脆 裡面的那個蝦 感覺是打得非常非常的細 然後拿去煎 哇 超爽 外酥內嫩 就是在形容這一個 超好吃的 再吃一下這個炸柳葉魚 超多魚卵 那我覺得它這個外皮 這個炸的外衣 有點來的鹹欸 它有一股就是 鹹鹹的粉味 對 我覺得這個 裡面的魚是好吃的 但是它外面 這有一個鹹鹹的粉味 不是很好吃 再吃一下這個炸榴槤 有 炸榴槤 哇 你靠近聞 可能就是那個味道 整個彷彿在東南亞的那種感覺 這榴槤味很重欸 只不過好像 吃起來感覺不是新鮮的榴槤 就是怎麼說啊 它不是真的榴槤 它可能是榴槤味道的東西 如果真的很喜歡的話 可以拿一下 不過吃起來是滿爽的 裡面它那個榴槤的脂心啊 是屬於那種類似麻糬的口感 非常的Q彈 然後帶有一點黏性 它就比較有一點 偏向化學味的榴槤 做出來的一個甜點這樣子 再吃一下 酥炸的銀絲捲 哇 最後的食物 那上面我淋了一點煉乳 這就是炸麵包你知道嗎 超爽的 外表也是這樣很酥脆 然後裡面有那種麵包的蓬鬆感 就它外皮很厚實 那裡面的話就是那種很軟 然後很蓬鬆 哇 超好吃的 哇 有沒有想要拿生食 但是剛好看到熟食補貨 對不對 就一定要拿一下 不然到時候就拿不到了 這是烤牛肉 然後這是醬烤鯭魚肚 跟一個炒河粉 還有椒麻雞 辣炒胡椒鯉魚 從烤牛肉開始 哇 我覺得他們這一間的牛肉 特別的點在於它的這個外皮 非常多的那個香料 然後吃起來非常的焦脆 香料的味道是沒有到很明顯啦 但是我覺得外皮很焦脆 然後裡面很嫩 吃不到它那個香料的香味你知道嗎 我覺得是略顯有點可惜 但是其實整體來講還是 蠻值得回去再多拿一塊的牛肉 因為比較能夠吃回本 不然這個時段晚餐的話 一個人是1000多 目前還沒有讓我值得 想要再回來一次的那種感覺 就是如果這樣的話 我看等一下可不可以吃到 多一點生食的東西 來吃一下河粉 來吃一下河粉 很一般耶 我覺得上一款拿的那個 上一款也是河粉吧 就那個透明的那一款 會比這款好吃非常非常多 來吃一下椒麻雞 也是感覺是整塊那種雞腿排的肉 它這椒麻雞外表炸得很酥脆 非常的烤喔 整體的肉質也是就是 那外面一般我們吃到的那種雞腿排吧 就是厲害的點 它外表很焦脆 其他好像沒有到特別厲害 因為我加了它一點的 它的那個椒麻雞專用的醬汁 卻沒有吃到那種很泰式風味的感覺 整體感覺就是 再吃一個炸雞腿排的概念 試一下這個辣炒胡椒 其餘 聞起來很香 它這九層塔搭配這個魚肉 非常的搭耶 魚肉也本身很嫩 然後肉質非常的扎實 魚肉好吃 然後它的這個辣度 我覺得是蠻剛好的 現在來試一下這個鯛魚肚 外表做得很像那個烤鰻魚一樣 聞起來也是甜甜的 很像那種烤鰻魚醬 嗯 哇整體吃起來很像鰻魚耶 但這個也很難吃 它這個口味真的是有點重 然後有點甜 真的還用的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可以拿一塊來吃看看 真的你會覺得說 如果它不講名字 然後你不看外觀 你眼睛閉著 你會覺得說 這個剛剛在吃一個烤鰻魚啊 拿到了生食 終於拿到了 那我覺得要吃回本的話 就多吃點這個生食級的干貝 對然後還有這個花枝吧 然後還有天使紅蝦 對它那裡有個紅蝦 但是它沒補 所以就沒有 好先來吃干貝喔 有點腥耶 我要不要拿點醬汁啊 不然會噴 腥還不加醬 它這還不錯很脆的 可是我吃不出它的海鮮的甜味 甜蝦 哇 真的覺得都很一般耶 老闆 這隻偏要上嗎 你也覺得不好吃嗎 欸 真的不是我太嚴格喔 我攝影師也覺得不好吃 就剛剛他吃了那個生食啊 覺得裡面最有甜味的就是甜蝦 可是它甜蝦 又帶有那種稠稠的感覺 就它感覺放了很久很稠 我不知道是到底發生什麼事 剛剛那個魚沙拉是還行啦 就是有那種泰式的感覺 畢竟我們是在泰式的餐廳嘛 我沒有特別加其他調味來吃 我就想說吃看看它原本食材 新鮮的程度是怎麼樣的 但是卻覺得有點腥 就是那種海味很重 有點臭臭V 我再去看看有什麼好吃的吧 喔對 然後這裡有那個啤酒喝到飽 所以如果你要喝啤酒的話 應該也是可以喝微分 它這裡是台啤 但是我又不喝酒 哇 拿了兩個湯 然後再拿了這個還沒吃到的蝦子 它叫做醃漬蝦 對 它裡面有一個蝦餡 我把它先清出來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蝦餡 這樣吃的時候才不會影響到那個口感 這樣吃的時候才不會影響到那個口感 我不是在演 只是它真的是有那種很濃郁的那種海味 好啦 那我們來喝一下它們的湯 那其實我看到它的湯裡面 料還蠻豐富的 這個鮑魚 還有一隻很大的蝦子 花枝 還有蛤蜊 這碗是泰式酸辣湯 對 來喝看看吧 哇 酸辣湯本身還蠻好喝的耶 這真的會酸 因為我看它剛剛在烹調的時候 它有擠那個檸檬汁進去 那我再來試一下這個魚露清湯 它裡面的配料跟剛剛的酸辣湯 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就是它該有的 跟剛剛上一款一樣 配料是一樣的 對 這款這個魚露清湯啊 它還蠻清甜的 但是也沒有讓我很驚豔 這款的話我會覺得比較好喝啊 就是 兩款喝起來都還蠻好喝的 但是又沒有到非常非常好喝 就是中規中全 好 剛剛去拿了一下 紅咖哩 還有黃咖哩 如果看到這一邊就知道說 真的是好像沒什麼東西可以吃了 開始在吃咖哩 好 我們就來給它嘗試一下黃咖哩 然後它黃咖哩是搭配雞肉的 可是裡面的雞肉都被撈完了 只剩醬 哇 這咖哩味道很重 裡面有很濃郁的椰漿味 只是可惜 大家都把雞肉撈完了 就只能吃黃咖哩醬 還不錯吃啊 那它這紅咖哩的話 是搭配鮮酥的 就是它裡面只有蔬菜 對 還有這個馬鈴薯 跟紅蘿蔔 哇 它兩款咖哩的 椰漿味都偏重 非常的東南亞 中規中矩的紅咖哩 哇 剛剛去拿了一下甜點 那它其實甜點的話 還有哈根達斯 跟一些比較像是西式的甜點 但是我想說既然都來到了 泰式廠 那種泰式料理 就一定要吃一下 比較泰式的甜點 那我是稍微拿了一下五種 它好像也只有五種 就是泰式的甜點 那這裡的話是 泰式的紅豆糕 然後泰式的芋頭糕 然後這個 這個白白的是叫做 娘惹芝麻雪糊 那這個的話是 椰香粒豆糕 那這個的話是 焦糖軟心餅 對 就是稍微 比較泰式風格的東西 都給它拿一下 那它們的飲料呢 我選擇的是 椰子水 好 芋頭糕 試一下 意外的蠻好吃的 很芋頭 甜味也不會到太甜 非常的紮實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來吃一下紅豆糕 這款紅豆糕也是跟 上一款芋頭糕 蠻像的 整個口感都很香 非常的紮實 這款紅豆糕的話 會比剛剛上一款 那個芋頭糕 還要來的甜很多 紅豆的甜味非常的重 來吃一下綠豆糕 哇 也好甜喔 它這款雖然是叫做 椰香綠豆糕 但是整體吃起來 我沒有品嘗到 比較重的椰子味 所以其實還是綠豆的 那個甜味居多 對 然後再來吃一下 娘惹芝麻雪糊 這芝麻的那個麻糬 很有意思耶 非常的冰涼 它外表是有灑了一點 那個白白的粉 那個麻糬很冰涼 然後很好很Q 裡面那個芝麻 甜味也很剛好 好吃耶 再來試一下這個焦糖軟心餅 真的很焦糖耶 咬下去就是那個焦糖味 外表很酥脆 OK 吃飽啦 那今天的話 我們是吃晚餐時段 那晚餐時段的話 它是7點15到9點半 一個人的話是1155 含服務費 整體來講 我是覺得它的那個 泰式料理吧 就是相比其他外面那種 單點的泰式料理 都還來的沒有那麼好吃 就是總體來講 大概是這樣 然後整個用餐的環境 是比較擁擠一點點的 然後我也是覺得說 可能是因為它有分 早晚餐時段跟晚餐時段 所以變成說 用餐時間只有大概兩個小時 我來推薦一下 我真的今天吃到 我覺得比較好吃的東西 熟食的辣花汁還不錯 然後還有芋頭糕 跟那個娘惹的那個麻糬 芝麻麻糬 也還不錯 還有那個月亮蝦餅 對其他我真的是 覺得都還好 尤其是生食 攝影師 他第二盤吃生食 然後結果吃到第二盤之後 他就覺得說 他吃到那個蝦子啊 非常的不新鮮 整個有黏黏的感覺 他吃到後面就不太想吃了 整個胃口很差 好大概就是真的是不新鮮吧 那個海鮮 所以我後來他們其實有那個螃蟹 我也沒有去嘗試 他是說啦 就算這間 別人請他來吃 他也不會來 那我也是覺得 回訪度很低 對 我也其實不知道這支片 到底要不要上欸 我怕我上了會不會搞 對啦 那如果真的有上的話 對我的感覺是這樣 可能我主觀感覺就是沒有那麼好 那也歡迎大家 如果覺得想要嘗鮮的話 可以來採 來採看看 我已經幫大家採了 那大概就這樣 好啦今天大家的分享是這樣 那如果喜歡這種 採到雷的 會不會被告啊 欸 精華集中 我真的很喜歡你的那個活力釘 打一下預防針 老保不要告我 我也挺好吃 派市場 我個人不喜歡 好啦如果喜歡這種 吃到飽開箱器 記得點鈴鐺跟訂閱都給它起了欸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拜拜